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一款星巴克新品试吃 很久没有饭星巴克了 又来蒙米了 那我们今天要来试吃的第一款 冰抹茶起司蛋糕 因为他们2月份有一个抹茶起司蛋糕 对 然后星巴克很聪明 竟然要做 就做到底 所以连饮料都有了 他是以蛋糕为讲法 然后去做这个新品 因为他把那个起司蛋糕的粉加进去 你知道吗 我都会觉得这样很诡异 我觉得饮料就是饮料 不应该变成蛋糕 太甜不解熟 哦 你觉得太甜了 好不解渴 可是他真的蛮漂亮的 就是他的芥草 可是真的很甜 上面这个真的很像我以前养的小东西 很像那个双齐玲珑化 对对对 奶昔 奶昔 对 冰奶昔 而且超香草 我没有吃到抹茶的感觉了 我吃到浓浓的香草 把它均匀开叻 把它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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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它香草味太重了 然后完全 没有抹茶味 他是那种回甘回抹茶味 它抹茶感觉是拿来加颜色而已 它主要的味道是香草 那接下来这个 夜色摩卡新滴乐 就是说夜色摩卡这一款 跟他们黑摩卡的做法是很相似的 然后有点星空的感觉 其实它这样子还蛮不错的 紫瘦的炫光感 炫光 然后因为它是苦巧克力 其实我比较喜欢 我觉得它没有苦耶 它没有到很苦 我觉得它们一直有一个甜甜的底在 它是用黑巧克力没有错 可是 没有到很喜欢 因为不解锁 我觉得是夏天要来了 夏天就是要清爽 我觉得这比较像吃 你不会把它当成 变咕噜喝喝喝 那接下来 其实我很期待的是这个 面 欸我第一次吃星巴克的面 要趁热吃这个 好吧 我先吃面 那你吃面我自己吃面 哦不要啦 起司核桃面包 这一颗70块其实真的很贵 可是内馅好像还不错 我们直接把它剥一半 因为它这个会烤热热的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里面的料 还可以啦 烤热热的话好吃 我觉得这款好噴 可是价格比较高 因为我有吃过更便宜的 也是也不错 它蛮扎实的 料也没有到太少 鸡肉之上 接下来是 炸鸡豆皮乌龙冷面 它里面有炸几块 日式豆皮搭配乌龙冷面 拌着芥末和风酱 然后以及鸡肉块多样葱花 美生菜蘿蔔絲等蔬菜 可是这一碗也要一百多元 没错 可是它的炸鸡感觉还不错 诶 诶 它炸鸡很香诶 一味 哦 它炸鸡好香哦 有有有 它炸鸡感觉很好吃 等一下 它冲黏在盖子上超小的 把它弄上去吧 不鲜眼的 它的那个酱很像Costco的 Costco不是我们买那种很大一盒的沙拉 哦 我知道 就和风酱啊 嗯 和风酱 好 你先担吃它的面 烏龙面条好不好吃 就看有没有Q彈 还蛮Q的 嗯 真的还蛮丰富的 生菜量也还可以 那我先担吃它的鸡 那我吃的 我觉得它的鸡就是 中规中矩淹过的鸡 香香的 然后面条 我觉得面条其实OK 虽然真的蛮粗的 就是没有到超有弹性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还不错 然后因为生菜也其实蛮脆的 可是没有到很鲜啦 就是蛮清爽的 可是它豆皮放起来不怎么样 因为扁扁的看起来很可憐 单扁的豆皮 它豆皮好吃耶 甜甜的 我觉得还不错 我喜欢 好吃 你吃吃看豆皮 它豆皮甜甜的好吃 为什么我要请你咬过多 我吃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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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姐姐吃过的哦 我吃了一个专卧的衣服 是我剩下的食物 接下来是黑糖金属薄餅 黑糖金属薄餅 黑糖金属薄餅 感觉很像重的金属类的 感觉很像不能吃的人 金属它们就是那个地瓜泥 然后其实我觉得星巴克的薄餅 在我心中一直都是蛮好吃的 但是我觉得最好吃的是原味 它反而其他口味我会觉得太甜蜜 或者是有种强奏风口 它们这里是地瓜泥 然后下面是紫色的 这应该是紫薯 县层蛋糕一共有几层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 七七七八八十五 十五十六八每层 嗯 嗯 嗯 好吃 偏甜 可是好吃 它三款是紫薯薄餅 对 不好吃 這一款的黑糖香有出來 我覺得不錯 可是它好... 很軟喔 所以一下子我就把它吃一碗了 我覺得配茶的話真的很棒 而且它上面的地瓜你還有一顆熊豆 超可愛的 有搭在一起對不對 欸 很OK喔 可是它價格真的很高 而且它有那個金屬的香味 金屬的香 不是這種 是那個 很有台式的特色 可是比它平常的還要多便 我覺得包的這樣三分之一 它每一片更綿密 更貼近欸 喔 這個要120欸 超貴 這120 可是真的有120的價值 我覺得是可以試試看 那接下來 抹茶漆風蛋糕 其實就外格來講我最... 最喜歡漆風 而且它就是一個小房子的樣子 然後還短一點 漆風蛋糕就是要看它的蛋糕有沒有綿密 上面是白色的奶油餡 中間是抹茶餡 對 裡面有小小的抹茶 它抹起來好柔軟喔 感覺很好吃 蛋糕的抹茶味是有的 嗯 它的苦香會有出來 可是不會兩塊苦到不行 而且它的奶油不會太甜 不會泥 很清爽 嗯 OK 我覺得這整個是OK的 它這次新款的兩個蛋糕 我覺得都很OK耶 嗯 它還把經歷都放在蛋糕上 好 對 新冰熱就整個 掰 而且你知道新冰熱是成本最低的飲料嗎 因為都加餅塊上去 對 可是我覺得這兩款蛋糕價格衰高 這個啦 果餅特別高 可是我覺得很OK 好吃 這個也很OK 這個抹茶味有出來喔 我覺得是OK的 如果 抹茶的話 它有100到6 有7 對 但抹茶當然它有7 濃郁度有7 然後這個 烏龍腰 真的超低的 我覺得這太淡了 烏龍腰有點高 你也是 這個真的很好吃 這個金屬薄餅 這個也真的抹茶控而已 為什麼我剛才是烏龍沒手勢啊 因為你想要變網美 看對焦你的大頭就要這樣子 那我覺得你喜歡番薯類 然後又愛薄餅的這款 真的可以試 然後還有這個其風的抹茶味很OK 然後其實這個烏龍的麵我也蠻喜歡的 嗯 加建物很好 算價格蠻高的 那這兩款新品的我個人不推 它就是太甜 太濃 太膩 它就是奶昔 你不是拿小米冰箱就再打一打好了 這樣是不是很不好啊 這是實話啦 我們兩個個人不關意見 那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訴我說 這一次的新品中 你最想嘗試哪一個 欸 價格那麼高 搞不好看完以後就 我都覺得這都沒有很好吃 好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這部影片 喜歡請介紹我喜歡 大家也要記得訂閱一顆酒精的V2頻道 旁邊小鈴鐺也要記得打開箱 新品牌的時候才會 叮咚 這次不可說許可的酒精給我一個讚 按下可以發揮我們喔 那我們下次見到掰掰 嘿嘿 按下喜歡了嗎 接下來還有花絮喔 我覺得這兩款拿來拍照是滿不錯 跟大家隆重介紹我們個丁啊 我這邊找了一顆丁啊 所以我就貼了麵包超人 而且他們在打主角耶 他們在貼主角耶 超可愛的 你看 嗯 麵包超人 不好意思 靜派你皮膚很差 欸 欸 遠一點 別離我太近